現在已經是九月尾 其實我們打新冠病毒疫苗 已經足足半年多 在過去夏天各種方面的催谷和鼓勵 其實香港現在打的效果都不是差的 已經是去到超過400萬人打第一針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發覺長者是少的 現在我們香港有近200萬個上者 但是現在打的只是幾十萬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現在要把整個注射率提升 我們需要開始鼓勵我們的長者多肯去走出來去打針 當然很多長者很多時候會問一些問題 第一就是安不安全 但是實際上大家如果想想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因為其實有時候將一些東西放大 但是你想想現在我們已經打了差不多400萬人打第一針 其實有300多萬人打第二針 換句話說其實那針已經打了700多萬針了 其實實際上真的有什麼大的問題或者致命 其實你差不多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之前那個印象實際上不是真的一樣那麼危險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因為印了還記得三四月的時候說的 大家還是覺得好像打了就會死的 跟事實完全不是那樣東西的 第二個很多時候很多長者會覺得 香港現在都沒有疫情了 我們為什麼要打呢 而且打了反正又是那些人都說都是會病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也是很多的扭曲來的 第一是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疫情 甚至是有輸入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全民的檢測 究竟有沒有一些低程度的傳染 其實尤其是打了那麼多針 可能有的 只不過是不足以形成一個大的廣泛的擴散 第二就是 很多人誤會了以為 打了疫苗就令我們好像一個金鐘罩那樣 煲槍不入 病毒完全不侵入 其實這個是一個挺大的美麗的誤解來的 疫苗是給我們身體首先是去學會 怎樣去對抗真正攻入來的病毒 令我們如果真的接觸到病毒的時候 身體很快地有能力去應對它 令我們不會有重症和死亡 而這個效果呢 現在全球已經打了 應該好像過了30億針 其實這個已經證明了 哪種疫苗其實都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尤其是我們香港打的 科興和復必泰兩個疫苗 其實都是很確實的 就是在重症和死亡那裡的預防是絕對有效的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特別關心長者 希望長者打 尤其是因為我們知道的就是 如果是長者感染這個病毒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發重病和死亡的機會是大很多的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 家人和長者 家人就鼓勵長者去打 其實陪他們去打 長者也都真的要放心去打 如果再有什麼問題 問你的家庭醫生 他告訴你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能打的 對 對 gal コ